有一个妻子跟这个丈夫商量 我想在钢琴上放一座音业大师的塑像 你看谁最适合 丈夫就讲 根据你的水平 我选贝多芬 这个妻子觉得非常好 贝多芬是很有名的音业大师 她说你为什么选贝多芬呢 这个丈夫就讲 因为她是笼子 也就是说听不到她妻子的时候弹的 听不到她妻子的时候弹 其实不用求什么 我也是想学钢琴 也是想学这个画画 这两种当初我在选就是选钢琴跟画画 我到底要学钢琴好呢 还是学音乐好呢 还是学画画好 那时候 突然之间有一个灵感 因为我们这个正佛弟子当中有一个那个 朱木兰 朱木兰就是欧豪年的妻子 那么朱木兰刚好是我们的弟子 我想哎呀 学画画好 结果朱木兰就主动的飞过来教我 教了大概四次五次吧 朱木兰从这个 他就飞过来到西雅图 他就飞过来到西雅图 他就飞过来到西雅图教我画四五次 为什么我要学画画呢 画画是只要一个笔 一张纸 一个墨水 或者颜色 你就可以做画 很简单 他道具很简单 而且你画好了以后了 这幅画 可以展示 可以展示出来 展示出来 最重要的 还可以义慢 你音乐 OK 音乐你会弹钢琴 你要背着钢琴跑 你要表演这个钢琴的秀的时候 你要背着钢琴跑 用别人的钢琴 不一定适合你的手 音乐真正有水准的 是你的钢琴 配你自己 你懂得你自己的钢琴 钢琴也懂得你 当初我学画画也是有手求 也是有手求 为什么我没有学钢琴 如果我学钢琴 现在啊 不得了啦 你们弹那个是什么琴嘛 师尊弹的才是真正的 真正的爱琴 对不对 师尊才会弹琴呢 有一天晚上啊 我实在是 看到人家弹琴弹那么好 心里就不舒服 不可以这样子 心里是有一点点 不是说不舒服 人家会弹钢琴 我怎么不会 那天晚上我就坐在 钢琴面前呢 锁一摆 诶 这个有一个音乐的神啊 既然降到我的身上 诶 我锁着自动弹起来 真的 就在钢琴上 突然之间这样子 天哪 我听 我自己听啊 就觉得非常的沉醉 哦 怎么那么好 但是 我就希望说 哇 这是我自己的手 我自己的那个 好像是说 那个曲子 我自己所弹出来的 那第二天呢 我又坐在钢琴面前 这音乐神没有降下来 哇 我的手都不动 我的手都不动 我真的弹过一次 可以讲是乱弹 但是那音乐之美妙 此其以止应天上有 人间拿得几回文 所以啊 不用求啊 自己就来 有一天啊 我在这个山庄 唐电子琴 跟大家听 我希望那个音乐神下降 快得很哦 哇 到时候你们就会很尊敬我 这是音乐大师 这个大阅满法是 你不用求的 不用去求 也不用求音乐神下降 你自己看到了 你自己什么都会 都懂的 这个叫一切之之 一切之 一切之之 这个佛本身啊 释迦摩尼佛就有一切之之 一切之之 请不吝点赞 许佛